深夜不再孤单,读书与你相伴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读书 有些长者常说,一切皆有定数 也有人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事实上,你会过上什么样的人生 早就命中注定 你会遭遇什么,会走上怎样的人生路途 完全取决于你内在的品质 而你内在的品质,决定了你人生的质量 就是我们常说的,命运 二字,就像世界文明的身心领导师 朗达,拜恩在秘密一书中提到的 吸引力法则 思想集中在某一领域的时候 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人 是,物就会被它吸引而来 也就是说,当你一心想要实现某件事 整个宇宙都会配合你 当你想要努力变得更好 周围人都愿意帮助你 你对人生的态度 决定了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过上什么样的人生 一,你抱怨什么 什么事就会在你身上发生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校的佼佼者 他才华横溢 做事勤勉 因此备受领导的青睐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人 当他站在人生的重要关口 面临一次难得的晋升机会时 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 这位名校毕业生 做事勤快 能力出众 颇受领导赏识 一次单位提拔年轻干部 主管部门推荐了他 按照他的学历和能力 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岗位 但他却遗憾落选了 竞选成功的是一位比他年长 学历没他高 工作也没他出色的同事 事后他才得知 这位竞选成功的同事 是某位领导的亲戚 这次竞选失败 击垮了这位名校毕业生的自信心 他开始向周围人抱怨 说自己在公司没有关系 不会拍领导马屁 只会埋头干事 再怎么努力 也没办法出人头地 朋友纷纷建议他跳槽 以他的能力 可以找到更好的公司 有更大的作为 可他又舍不得公司好的福利 和安逸的环境 就这样 在抱怨声中 一天天消沉了下去 后来公司招进来的新人 虽然不是名校毕业 但在努力下 职位都已经超过他了 而他仍在一边抱怨 公司没有人情味 一边抱怨 新人已经超过了自己 万物皆有引力 当你心生抱怨 那些你所不愿面对的情境 往往便会如此是般向你聚拢 生活 其实就像一面敏感的镜子 它映照出你内心的情绪 当你以微笑面对它时 它回馈你的也是温暖的笑容 而当你向它撒下泪水 它也同样以哀伤的泪水回应 如果你总是对它抱以怨言 它便会不断地为你呈现 更多令人沮丧的场景 成年人的世界 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其中充满了坎坷与挑战 真正的强者 并非那些从未流泪的人 而是那些即便眼中 勤着泪水 也依然勇往直前的人 我们都应当学会 在困境中坚守 在挑战中成长 抱怨只会让我们原地踏步 而积极面对 则是我们突破困境 迎接光明的关键 二 你相信什么 就会吸引到什么 我特别喜欢这样一句话 生命的质量 来自心灵的力量 也就是说 你内心相信什么 你就会吸引什么 就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之前看过一个开演讲视频 演讲者是心灵导师丽娜 凯 丽娜的故事 帮助很多人走出了人生困境 过上了更好的人生 丽娜生于库尔德斯坦 没出生时就被医生断言她会 胎死腹中 几年后 库尔德斯坦发生战乱 她随父母偷渡到伊朗 又以难民身份流落到伦敦 她的整个学生时代 充满了灰暗 贫穷和窘迫 工作后更是一团糟 与家人关系恶化 身患抑郁症 脑部肿瘤 面临失业 靠微博的救济金 在流浪者收容所勉强为生 她也尝试过改变 但每次总是事与愿违 情况越来越糟 直到有一天 她的内心被 你是生活和处境的创造者 这句话深深震动 她突然意识到 人生种种不幸的遭遇 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去选择一种幸福积极的人生 她开始研读社会学 科学 精神学领域的典籍 然后丽娜发现 世界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人生 始终都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引导着 这种力量就是吸引力 她突然意识到 如果是我创造了自己的不幸 或许我可以消除不幸 从那一刻开始 她相信自己可以改变命运 主宰自己的人生 她努力调整身心 不再依赖药物 用读书替代电视 用行动替代抱怨 并积极发挥自己的管理才能 当她真正改变心念 屏蔽周遭负面磁场 坚信自己可以跳出泥沼后 她的身体得到了好转 和家人关系逐渐修复 经济状况也得到了改善 最终 丽娜通过吸引力法则 逆转人生 过上了梦想的生活 有句话说得好 这个世界 其实就是你内心的映射 你对它怀抱着怎样的态度 就会收获一个怎样的世界 你所期盼的 往往也是你所吸引的 只要我们怀揣着对美好的信仰 那么美好便会如约而至 与我们不期而遇 三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遇见什么样的生活 去年 赌王何鸿燊去世时 轰动一时 大家津津乐道的是 何鸿燊拥有的千亿身家 但其实 赌王也曾穷困落魄过 何鸿燊十三岁以前 的确是个富家少爷 零钱多到花不完 每天只顾着玩 每回考试 都是班里垫底的 可在十三岁那年 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何鸿燊的父亲 被套进股票骗局 输光了全部家产 跑到越南去避难了 只留下了他们孤儿寡母 迫于无奈 他的母亲 带着几个兄弟姐妹 搬到了中环工厂的工棚内住 十三岁的他 因为口袋里只有一脚钱 被公交司机赶下车 牙疼也只能忍着 没钱看医生 同学和亲戚都看不起他 没有任何人愿意帮助他们 很多人说何鸿燊运气好 在低谷时接连遇到贵人 但他自己却认为生活变好 离不开多读书 勤力 肯付出 那个时候 何鸿燊明白 他现在想要改变命运 只能做两件事 好好读书和靠自己 所以 他只用了一个学期 就从学渣一月 变成了学霸 并且拿到了奖学金 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贵人 他父亲的老友周俊年 周俊年资助他读书 1939年 何鸿燊考取了香港大学 因为港大学霸的光环 再加上性格稳重老练 他又遇到了第二个人生贵人 书爷何甘堂 当时香港赫赫有名的人物 为什么这个时候 何鸿燊接二连三开始遇到贵人 在他家庭破产的时候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援手 就是因为何鸿燊的转变 不仅仅是外在形象的改变 更是内在心态的升华 他不再是一个顽固子弟 而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 不懈努力的奋斗者 这样的他 自然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开始有人愿意伸出援手 开始有人愿意与他并肩作战 因为他所展现出的坚韧与毅力 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潜力与价值 他曾坦言 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做朋友 这很正常 这句话道出了社会现实的残酷 却也揭示了一个真理 价值是赢得尊重与帮助的前提 当你被别人藐视时 抱怨与自怜无济于事 唯有改变自己 提升自我价值 才能赢得他人的认可与帮助 当你被别人藐视时 不是怪别人 而是先要改变自己 所谓转运 不过是你变好了 愿意帮助你的人多了 经济学中有个 马太效应 强者欲强 弱者欲弱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进入什么样的世界 就会遇见什么样的生活 勤奋努力的人 会进入到一个积极向上的世界 与同样优秀的人为伍 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而懒惰消极的人 则只能在一个平庸 甚至沉沦的世界里徘徊 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 因此最终决定 你能走多远 能过什么样生活的 永远都是你自己 何鸿燊的故事告诉我们 人生的转折 往往源于自身的努力 与改变 只有不断提升自我价值 才能吸引更多的贵人相助 才能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 也将因为你的存在 而变得更加精彩 你才是自己最终和最好的归宿 四 不要等待贵人出现 你就是自己的贵人 周国平就曾言 我们在黑暗中并肩而行 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 每个人的人生之路 都充满了未知与变数 而真正决定我们走向的 是我们内心的品质和选择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我们常常会期待 有一个贵人出现 帮助我们摆脱困境 引领我们走向成功 然而我们往往忽略了 真正的贵人 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 只有当我们勇敢地面对自己 努力地提升自己 才能真正地吸引到那些 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 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你的内在品质 就如同种子一般 深深扎根在你的心灵深处 这些品质 包括善良 坚韧 乐观等等 它们会在岁月的洗礼下 逐渐生根发芽 最终开出属于你的命运之花 这些品质 不仅决定了你人生的质量 更决定了 你是否能够吸引到那些 与你心灵契合的人 当你努力提升自己的内在品质 让自己变得更加积极向上时 你会发现 你的世界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人和事 如今却开始逐渐走进你的生活 你会遇到那些与你志同道合的人 他们会成为你人生路上的伙伴和助力 共同迎接未来的挑战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所谓的贵人 每个人的贵人 其实就是他自己 当你足够优秀 足够强大时 你会发现 整个世界都在为你让路 那些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机遇和成功 如今却开始向你招手 这是因为你的内在品质已经足够强大 已经能够吸引到那些与你相匹配的人和事 因此不要等待贵人的出现 而是要努力提升自己 成为自己生命中的贵人 只有当你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并为之努力时 你才能够真正地掌控自己的命运 走向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点击小铃铛 你的陪伴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期待与你再次相遇